台北颱風在下半天可能就會發布陸警了 那麼台北颱風前夕陸軍為了能夠在第一時間搶救災情 在今天上午九點多已經先派出了水陸兩用突擊車 進駐了蘇澳 陸軍藍陽指揮部少將指揮官楊榮基就表示 在蘇澳地區國軍預製兵力有三百人 而四部的水陸兩用突擊車 還有四艘救災的這個交罰分等 分別進駐了蘇澳政公所 還有海軍的中正基地 如果真的發生了災情隨時待命救援